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箴言十七篇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题目是恶人行贿赂 箴言十七篇二十三节 恶人暗中受贿赂 为要颠倒判断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 愚昧人眼望地极 愚昧子使父亲愁烦 使母亲忧苦 刑罚义人为不善 责打君子为不义 寡少言语的有知识 性格温良的有聪明 我们前面在第八节的时候 就曾经看到 受贿赂的在愧送的人眼中 看为宝玉 随处运动都得顺利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在那里的贿赂所指的就是礼物 等同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际 在以往的社会当中 那是正常的人与人交往的方式 而在这里的贿赂 为什么又和恶人连在一起呢 其实仔细地观看原文 两处不论是贿赂或是礼物 所用的都是同一个西伯来字 那么这里的这一句经文 所讲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呢 是在说坏人 不可能说是好事吧 其实我们看后半句是 为要颠倒判断 那这个就是不好和不易了 是的 当人拿出一个礼物 有代表相情关怀的小礼物 也可以是贵重 足够让人过上半年 或者更久好日子的贵重仇庸 凡是个人都知道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 给人送上贵重的仇庸 让对方可以不劳而获地 过上一段好日子 那毕竟会有所求的 你也一定没有听过 有人将贵重的仇庸 括号贿赂 送给无权无势的小人物 只是我们会常常听到 有贿赂留向官员 执法人员 或者是决策者 对不对 收受者也知道 对方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自己 那必是有所求的了 那就是贪图自己手上的 那一点权利 可以影响自己的决策 那这个就是妥妥的贿赂了 那最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文中翻译成 恶人暗中受贿赂 我其实有点意见 我更倾向翻译成 恶人从怀中拿出贿赂 为的是要颠倒判断 所以恶人就是那个私行贿赂的人 可能在各方面都行贿赂 妄图影响权柄去遂行几路 那我们再看下一节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 愚昧人眼望地极 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是在说 明哲之人的眼前 是看得见智慧的 虽然说智慧实际上是不可见的 但是我们在看任何事物的时候 都应该带有智慧的眼光 那这样我们可以分析 可以设想 仿佛可以真的明了 这事物的来龙去脉 而愚昧人呢 在眼前他什么都看不到 眼光直愣愣地看向地极 也就是说他是看了 但又没有什么看见的 可能在他的面前 有个未来的君王 有最有智慧的学者 但是在愚昧人的眼中 他就只看到了眼前的徒弟 以及几个人而已 真言的智慧是要我们不要张扬 不要轻看他人 要知道我们与他人 也都不过是神所造的受造物 我们所有的智慧 也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如果我们有这种认识 有这种智慧 那么还有什么好骄傲 好刮躁的呢 有智慧的人 都会感到知音难寻 他知道无法对世人 来谈论他的智慧和他的看见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有愚昧人 为了要在他人的面前 来表现他什么都懂 才对各种的事物都积极的发表评论 而真正有知识的 却是寡少言语 智慧也让我们知道 如何才能够成事 还有与人相处 也就是立身处事 那些有聪明智慧的人 就知道最重要一点 就是要如何的减少阻力 所以他性情温良的 并不是表示他害怕或是温顺 相反的 那些性格张狂 想要压制别人 或是想要控制他人的人 所得到的 只不过是在他人的心中 有怨恨而已 或许呢 人家一时之间不敢表达出来 但是终久 那必将成为自己的主力 愿神带领我们 阿们